這次回台灣我們選擇住在新北市 找到一間近幾年開幕的飯店 每天大廳都有點心飲料可享用 房價還包含早餐 本來想說住很多天 早餐應該都是大同小異吧 結果早餐非常多樣 超乎我的預期 一定要推薦一下這間飯店 影片的後半段我還會介紹三間 我們在三重吃到不錯的店家喔 這邊是三合國中捷運站的2號出口 傑斯旅就在捷運站出來這一棟 很近喔 走路一分鐘都不用 交通非常方便 先來開箱房間吧 這個是三重店的傑斯旅 會在這邊住4個晚上 這是我第一次住三重 一進來 開放式的衣櫃完全看起來不像衣櫃 就是很像鐵管 這是掉衣服的地方 保險櫃 這邊可能就是讓你放髒衣服 冰箱 水壺 咖啡 電視 這邊一個椅子啦 你可以放行李也可以休息 木頭的桌子 椅子 我們這一次訂的是一張大床 燈光的話現在是白天 所以窗簾拉開的時候 光線是還不錯 廁所跟領域今天是分開的 先來看看廁所 一樣是有洗屁屁的馬桶 空間非常的大 不會有壓迫感 再來是淋浴間 這個是淋浴間 淋浴間 這邊可以掛衣服 有花灑 連蓬頭 然後洗髮精跟沐浴精 是固定在牆上的 淋浴間的空間也是蠻大的 這樣分開還不錯 洗手台是在外面 所以這樣也很方便 我很喜歡洗手台在外面的設計 備品 它就是用鐵籃子放在下面 吹風機 毛巾 廁所空間還算足夠 蠻大的 冰箱 這個是免費的嗎 不知道 比爾綠茶 對我看到下面有廣告 比爾綠 對了 飯店樓下還有咖啡茶 都是那種mini bar 你可以用到晚上 好像說是十點吧 待會下去拍給你們看 地板是木頭的 就是不會有地毯的味道 然後因為可能飯店很新 所以進來都沒有聞到 那種很潮濕啊 或是很奇怪的意味 電話 電話 好復古的電話 這個 還好不是那種轉圈的 把燈打開好了 燈打開好像稍微亮一點 現在很少看到這網電話了 如果再看到那種繞圈的 那個更復古 講一下插頭好了 他有USB插座 然後這個就是萬國插座 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國的插頭 就不用轉那個轉接頭了 你就直接插進去就可以使用了 這樣對旅客來講非常方便 他每一個桌子都是萬國插座加USB 這還蠻方便的耶 這是飯店的桌 也是很多鋼管電燈的繩子 也是很多鋼管電燈的繩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我們的手機 很方便來保 那邊其實是這樣 這邊是二樓 原來他是超高設計 是很漂亮的 這邊是他的健身房 我來看一下 我來看一下 不大天啊 還有水讓一盒 還有兩台保護機 還有一個總訓跟腳踏車 看不出來 很漂亮 很漂亮 設計的很棒 這邊有小點心 杯飲料讓你用 他只能在樓下使用 對對對房地就是這個 可能有合作 在查跟樓上的一樣 還有咖啡機 喝一杯 某天晚上回來 大廳還有提供綠豆湯 前面提到飯店每天早餐都有變化 來看看 這是牛奶賣片區 今天有白醬義大利麵 烘蛋 烘蛋 炒蔬菜 還有青草義大利麵 這是混碗湯 還有白醬 煎的饅頭和包子 哇 今天是櫻花蝦皮哥耶 這裡是麵包區 可以自己烤熱 你也可以DIY自己喜歡的三明治口味 這裡是涼麵區 有多種配料供您選擇 水果水果 每天的水果都很豐富喔 當然也有生菜沙拉 沙拉的配料也非常多樣 如果您喜歡氣泡飲料 冰桶裡面還有很多種呢 早餐固定都有奶茶 柳橙汁 還有無糖豆漿 牛肉包小饅頭 今天主菜是牛肉咖哩 還有無糖豆漿 如果你喜歡氣泡飲料 湯也換了一種 湯也換了一種 炒麵 炸雞 一樣每天都有炒蔬菜 火腿 雞蛋 再來第三天的早餐 換成了豆腐味噌湯 還有小米粥 燒賣區 今天是蒸的白糯米 這鍋古早味肉燥 就是要讓你淋上糯米飯用的 再來看看熟食區吧 有炒肉片 茶葉蛋 炒蔬菜 起司義大利麵 雞翅 雞翅 還有炸肉丸 南瓜湯 和白粥 這是我家老公最喜歡的肉燥飯 肉燥飯 蒸地瓜 今天有點吃 地瓜 吃完 嗯 一樣有肉 有菜 紅醬義大利麵 炒肉片 有烘蛋 還有烤魚 早餐是不是很豐富又多樣啊 這次在三重劫司旅的住宿經驗非常滿意 提供給大家囉 到十點半 原味的 在原味 來拿一條給我 這個條可以 拿一條放下 到辣可以嗎 辣可以 大辣可以 可以辣 我都一條 所以他真的給你放一條 現在我們可以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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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了在飯店附近的一家子米飯糰 嗯 他把飯糰速度很快 這是剛剛我們在飯店後面買的 傳統台式飯糰 這是植米飯糰 然後我們選的是 有辣的 如果你要加辣的 你要就要跟老闆交 這還蠻大顆的喔 我們買回來飯店吃 他只營業到十點半 其實我個人還蠻愛吃台灣的這種傳統植米飯糰 真的吃一個就好包 好 飯糰切開裡面是有 包 雞蛋 他的雞蛋不是煎的雞蛋 是那種滷蛋 然後肉燒 菜脯 還有花生 裡面有油條 好 其實應該是要包起來吃 油條在這邊 其實是要包起來用手握著吃 才不會散掉 這是大腸麵線銷的 多加腸 真的是上面都是腸 好 吃吃看吧 中間很軟 有味道會改腸 我們要點第二碗 這個家常大的 就是小的 吃脆眼差 這是小的 它是小的 這是小的 吃脆眼差 它的蔬腸好好吃喔 所以我們要點的第二碗 金烤加牛排 金烤加牛排 給了四個小糖 然後飲料跟湯 可以自己拿 這個黑胡椒加五分熟 這個是綜合五分熟 醬料不一樣 好 翻一下雞蛋吧 這個是 牛鱼 這是最普通的牛排 當然牛排還是最普通的 還蠻辣的黑胡椒 他剛有說黑胡椒醬是會辣的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點的是綜合酥 不過加黑胡椒也是會辣的 肉呢 我們都是叫五分熟 所以應該會比較嫩一點吧 因為我們沒有叫全熟 不是特別嫩的還不錯的 還蠻香的 醬蠻辣蠻好吃的 麵呢 你就是想要吃鐵板麵 還要加麵不夠 再加一碗鐵板麵 他的牛肉是稍微還有帶筋的那種 吃起來是稍微有嚼勁 因為我們點五分熟 所以你看到肉是稍微有一點紅紅的 這家店的店裡的阿姨說 你如果點排餐的話就可以免費加麵囉 大家在一起 可能會想要吃鍵板麵 知道了 但感覺有點像 想要吃嗎 你以為我們要吃酒嗎 沒有吃蠻好吃的